学历前的小朋友不要看太多的电视了 有这个同事的小朋友呢 才刚刚在牙牙学语 竟然一直讲扣扣扣 扣什么呢 原来是看了太多 扣扣扣扣的这个广告了 来看到现在加拿大呢 研究团队呢 也在美国医学会呢 那么发表了研究说了 儿童呢 如果是从两岁开始呢 就经常看电视的话 长大之后更容易发胖 智力呢 发展也会受阻 科业的表现呢 也比较差 容易呢 受到同学的霸凌 这个研究也显示了 儿童如果是从两岁开始呢 每个礼拜多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长大之后呢 数学的表现差6% 课堂参与度呢 会少7% 遭到同学欺负的几率会高10% 另外运动量呢 是9% 吃下肚的零食分量 则会多10% 所以呢 还是不要让小小朋友 看电视好了